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紳士大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想和大家講兩件突發好消息 這兩件突發好消息都是關於黃之鋒 做什麼事呢 首先黃之鋒有一項罪 應該會罪成 應該會繼續加監下去 最終會怎樣呢 稍後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第二件事就是黃之鋒一件上訴案自動放棄了 因為他知道他永遠都不能再選議員 他現在已經是議員 已經完結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為什麼他以後都不能選呢 這件案件究竟是什麼案件 稍後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 首先要講一下黃之鋒犯什麼罪 其實在去年6月4日 即2020年6月4日 每年6月4日支聯會 即是沒有良知那些 叫支聯會那些 做什麼事呢 經常都會搞六四集會 在去年6月4日已經有疫情發生 當時已經有限聚令 當時已經不批准這個集會 當時六四集會之後 一共有26個民主派人士 包括李卓人 何俊仁 什麼人都齊齊 還有黎智英的壹傳媒報告被分別票控 明知而參與非法集結 和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 現在在區域法院審理案件 在今天下午在西九龍的裁判法院 將一些案件合併處理一起審 黎智英在今早11點去西九龍法院應訊 當中還有其他人 包括黃之鋒 胡志偉 亦被懲教人員押戒出庭 這次案件的法官叫郭啟安 有其他不同的律師代表他們這26個人 處理這次的官司 有幾個人認罪 認什麼罪呢 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 他們認罪的話就不會成罪 一定是成罪 他們將會在4月30日作出正式答辯和求情 但他們現在應該會認罪 只是求情如何求罰 這件案件最多判2年 還要是首堂認罪的話 又會扣減刑期三分之一 加上罪行不是十分大 我想應該加上大約一年 甚至乎加一年以內的黃之鋒 還有什麼人將會認罪呢 一共有五個人 這次也是五個人一同認罪 朱凱迪 黃之鋒 岑奧暉 袁家衛 梁凱晴 這幾個人都認罪 由他們的律師文浩正說 已經宣佈他們這幾個人認罪 這次認罪之後 如果袁家衛 梁凱晴 如果他們沒有任何案件刑事紀錄 應該又會判首行為 或者一些社會服務令 應該不會判監禁 但如果黃之鋒那些 現在已經坐牢 還有很多案件更新的 應該會加監 上次也說過黃之鋒一定加監 其實他還有很多案件更新 加監加到什麼時候 應該會加到十年二十年都不頂 因為他還有機會有國安法更新 現在暫時未有國安法更新 這次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涉案在其中 有二十六個人 大家看看 還有兩個人已經畏罪潛逃 這兩個人就是羅冠聰和張崑陽 已經發了通緝令去通緝他們 還有什麼人涉嫌這次非法集結罪呢 在上年六月四日 有這個李卓人 何俊仁 周幸彤 周幸彤就是一個他們那邊的律師 律師知法犯法應該要判得更高 蔡耀昌 張文光 麥凱華 尹兆堅 趙恩來 梁耀宗 又是梁耀宗街工那個 然後梁錦威 黎智英 應該都沒有了 死定了 還有就是郭永健 陳浩媛 何修蘭 何修蘭這麼老還要走出去 還有胡志偉 環壓緊 因為私藏BNO 還有就是梁國華 當然不少是 黃之鋒 羅冠聰 袁家衛 梁凱晴 陳武輝 何桂南 張君洋 梁國雄 又是長毛 還有朱海地和楊心 除了黎智英之外 其他25人都有關於明知兒參與非法集結罪 黎智英加多一條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非法集結罪 現在這個案件正在進行 有一批人在4月30日在灣仔區域法院宣判和審訊處理 希望快點處理到更加多的犯暴派人物 令到他們無法繼續作惡在我們香港這裡 讓他們坐牢 還有其他事情發生了 就是黃之鋒 因為文傑說過 他一天內兩年拜 什麼事呢 黃之鋒早前提交一些司法覆核 挑戰囚禁超過三個月的人 司法覆核挑戰我們的法例 因為我們的法例規定 如果被刑事提高而囚禁超過三個月的人 會自動喪失五年的選舉權 五年內不得可以再出選 之前香港中戰已經解散了香港中戰 其實派了黃之鋒和林朗廷去提交司法覆核 在2017年有關黃之鋒入獄 入獄了三個月 所以由2017年計起 當時未入第二次獄 計起五年內不得參與選舉 當時他們提出了司法覆核 公共法院進行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 法官就指原來林朗廷已經代表其他地方 一次過申請撤銷今次的司法覆核 當然黃之鋒亦都會申請司法覆核 申請撤銷司法覆核 因為他們知道 第一件事 今次司法覆核的案件 勝訴的機會率非常低 第二件事是他們沒有機會再參選 第一件事是否忠誠地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如果並非忠誠地效忠 他們就不能選 他們知道自己是甚麼事 他們知道自己不是忠誠地效忠 他們應該不會再上訴 不會再搞這個司法覆核 第二件事是我讓你簽了這份 但你覺得我們香港的市民 信不信你忠誠地效忠 第三件事是他們有機會 因為香港重戰這件事 有機會涉及到國安法 雖然解散了沒有追訴期 但可能他們還有很多不同的聯繫 會不會觸犯到港區國安法 因為如果觸犯到香港的港區國安法 基本上是不能再選 所以他們第三名原因是不能再選 因為港區國安法關係 第四件事 第四件事就是 就算你選中了你也是要宣誓 宣誓那裏關卡重重 你都沒辦法再玩 還有第五件事 大家記不記得黃之鋒已經被離棄了 沒錯 他是一隻被放棄的河童 因為他的家人 爸爸媽媽弟弟已經離開了香港 因為香港跑到澳洲 風流發活 已經放棄了他 那他還會不會在香港那裏 繼續拼搏下去 當然不會 還跟你說什麼 鬆就鬆 因為他可能知道他未來 如果不快會認罪他 不快會坐牢 就傳다 的話 有機會被人們搜到證 的話 會更嚴重 如果真的走不及 被人找到港區國安法的證據 去控告他的話 他可能面臨終身監禁 甚至要回國內受審 所以他這些死了 當然會趕快走路 不是的話 他們怎麼辦呢 一生一監獄都過嗎 他們當然不會 是不是想學昂山素姬 坐幾十年後出來 做到總統那些當然不會 做到領導人當然不會 香港人的記性很差 最厲害就是遺忘很多不同的事件 如果遺忘了 基本上他們都沒有什麼價值 其實大家也可以問一問 六四當時所謂一些流亡逃亡的人叫什麼名字 問問那些黃人是否記得 他們認識不認識 回答不了你 真是不知道 所以他們真的很沒有本心 他們的記性亦非常差 若干年後 大家還會否記得黃之鋒呢 其實不會 尤其是他坐牢後更加不會 在這一段時間 這一段日子裡 他不斷地做網絡黑衣 做網上的黑食 黑黑賣也不少錢 這筆錢他當然想用了他 那怎樣用了他呢 當然快快脆脆完成他自己所有案件案件 然後坐完出來 趕快走去其他國家地方 然後才慢慢搖搖搖搖搖搖去花錢 大家都知道如果他從正路的話 他賺不到那麼多錢 大家知道他的學歷 大家知道他的能力 到底是怎樣 他不是扮演河童亂港這個角色的話 他根本是沒辦法彈出來 這件案件 林朗彥和黃之鋒這件案件 已經撤銷了這個申請 法庭就不會作出一個縱費的命令 因為他們現在主動去作出這次的撤回 撤銷這次的申請 法庭也諒解的 現在會不會有其他事情發生呢 會不會有更多人被拘捕 更多人會有不同的刑罰要面對呢 一定會的 文傑也可以告訴大家 文傑會繼續跟進這些事件 和明天的影片中 可能會再講多些他們的泛部派 大家可能遺忘了 或者現在突然間消失了 不見了 沒有留意到的人物 他們最近又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留意一下文傑新時代明天的影片 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這段突發好消息 相信大家都覺得開心 黃之鋒應該會繼續坐牢坐下去 希望大家開心心地過一個農曆的新年 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